下一套不是姜屎,終於是鬼啦 不知道為什麼剛剛被那班人誤導了很多次 接著這個就是黃昏月女 後面有一句不說,很煩喔,我平日文字 因為你說前面都肯定知道 簡單一點 是的,先說一下基本故事背景 原作是漫畫來的 《月刊年載》,《Gundam Joker》 之前我們都可能講過一下 另外一套《Gundam Joker》的一個比較大人戲 或者說有些黑銷刊的地方的作品 都是之前動畫化了的 就是《妖狐SS》那一套 這兩套都是經常寫書 都送了一些不知什麼特典的 大家可以想到這本書 在《漫畫月海》裡面 這兩個作品的地位 或者是那個亮眼程度 這套東西動畫化了 但是它的簡單基本設定 或者先講講 接著才可以慢慢插第一集 有多差化的 那它基本上是說什麼呢 它說的是有條女兒,她是鬼來的 她死了 她一開始就沒有說到她是死了的 對 好像想帶些懸疑性 死了才有鬼的嘛 大哥,你不要插這些東西 不是啊 就是死了才變喪屍 為什麼 一開始她沒有說給你聽 一開始是… 不是,第一集就… 那個小木不知什麼鬼的那個 那些行動力很高的 類似後輩的東西 我的名字我也不想記 總之她經常負責 找一些怪談出來 找… 發掘事件的人物來的 還有做一些白癡的 那但是呢 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除了她以外 其實個個都看到 女主角是直子的 就是她是鬼的 那所以呢 她第一集就選取的方法就是什麼呢 只有這個 這樣的… 這樣的後輩坐在那裡 她自己在說話啊 查東西 在說調查那些東西 那但是直子其實是在那裡的 但是一個直子就看到她 但是她看不到直子的嘛 那結果就變成 就好像隔空說話那樣了 那結果就是直子可能… 但是… 因為直子很搞笑的 又可以碰到一些東西 推到一些東西 那於是就搞到 有些很神奇的狀況 就是說 譬如她放一張紙在那裡 突然間一張紙去其他地方啊 然後… 然後… 咖啡又放在其他地方啊 那但是… 合巧地呢 這個… 為什麼我這麼不喜歡的角色呢 她基本上她是傻的 那所以呢 她就會覺得 嘩好恐怖啊 然後… 這個時間又花了大概十幾分鐘了 那然後呢 就重新再推展回… 在另一個角度… 再播一次那些字 你會看到直子在那裡 那你就知道剛才她對答那些… 內容是說的 其實不是對答的 即是… 基本上等於什麼呢 我看完之後呢 就覺得是… 前面呢就是這個… 金田一的… 謎題編 後面呢 解謎編 是的 答個問題 她是整段的照copy花次的 很惡題 我想著… 做什麼啊你 我覺得挺有趣的 這個手法又 不錯喔 第一次不是挺有趣的 站在你寫少許的立場來說 你字數多了很多 我當然是同意啦 但是站在看動畫的立場來說 你浪費我的時間 不如你吃碗麵算吧 我還沒去到惡題 我覺得是OK 好一般 當然還沒去到有某種讚的程度 不是那個手法 手法就比較新鮮的 不過就… 高 她呢第一集才用的 你之後都沒有用過啦 不要這樣啦 你們 之後再用就被人插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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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那… 那… 第一集比較壞 但是第一集 大概佔八成了 都是這些東西來的 即是剛才那些重複的東西 到最後呢 就真正可以算是 第一件事件 就是她學完那些 七大怪談那些 什麼自己會動的電梯 那… 結果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 直指一腳兜了進去 然後直指就會按鈕 因為是搭電梯的 所以… 因為沒有人看到她的 所以那隻鬼搭電梯 就變成電梯自己會動了 整件事就解決了 最大的問題 有幽靈這件事 已經是… 令到這件事 完全沒有了那種… 那種感覺 因為這套東西的表現方法 是挺有喜感的 即是你不會覺得它是… 你… 你暫時看下去啦 即是動畫表現 她都是很有喜感的 即是她只是一個很活潑 行動力高 寓矢屬性 長黑髮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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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的… 我個人來說 非常喜歡的屬性 那… 但是… 你去到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 那… 怎樣呀 那… 但是這套東西 其實她漫畫有個優勝的地方 首先講一下背景先 她畫漫畫那個呢 就是有畫十八的 那所以呢 就… 怎樣呀 你不要那麼反應啦 我什麼都說過 OK 你的反應突然動了動了 好大動作 好啦 不要理會 那她基本上畫風呢 其實就… 她是幾重那種Mascara 即是… 即是… 中文叫什麼 水墨畫 不是… 即是女仔那些眼影 眼影 整長眼睫毛那些風格來的 那些眼睫毛比較瘦長 即是長眉少女那… 不同 她… 她… 大家的臉都比較圓 但她會尖少少在下巴的位置 那… 她用那種黑白對比呢 因為她重Mascara 所以… 她畫到出來的那種感覺呢 就… 有必於大部分你要見的 因為其實你見大部分的漫畫 很少女國會見到一種 很龍脈折毛的那種感覺 那… 再加上其實她… 本身其實畫那個人身比例呢 其實就挺走這個真實向的 那… 所以其實在這套作… 怎樣呢 你居然說學者真實向 講完 不是啊 她其他那些漫畫 這套也是的 那… 所以加成下來推出來呢 那她要用一個… 她裡面她所講的東西啦 一個身材高挑啦 遷秀的學者呢 那… 所以就做到一個非常之優良的效果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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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那種陰沉的感覺,他透過那種漫畫分鏡,其實他是善用得做得不錯 唯一你要看完作的人就會質疑,他怎樣用回看動畫表現這種分鏡呢? 其實你有少少見到一些玄機的,就是他可能會看到有些位置,譬如推一格格在動,有少少這些位置 但是這個暫時他未算是做到後面的經歷部分,所以暫時未能夠評價到 暫時未能夠評價,他會有的,他會有少少愛情線,這是可以說他做得平衡的地方 但現在動畫暫時你會看到他做的,都是做回那些懸疑,不是做回那些賣盟位 你會看到第二、第三集都有兩個不同的裸體線,所以也是這樣 但是去到後期一點就會出其他不同的,因為其實他七個不可思議事件 如果他做兩季的話應該可以做得完 就是他會說完的? 應該可以做完的,因為其實他每一個漫畫大概都是兩至三卷的 雖然他是四十多版的,但是他以這樣的推進速度是做得到的 所以應該值得期待的,唯一就是說,漫畫轉了的動畫來講 畫風就一定有些疊窩的了,因為你看到他都是普通的動畫畫法 他們不會看到一種很重的Mascara畫法 但是我看了兩集來講呢,我覺得劇情就很一般 是啊,因為你還在看他的賣盟位 是啊,你再看他那些 那你叫人怎樣看下去呢? 要值得期待些什麼? 那你也要知道那些人是什麼 不是啊,其實你可以留心一下 因為他這套東西大家都是大超心的監督 他用了一些他平時用的慣心去用回去的 尤其有些雜數,例如第二集或者第三集都好 兩三個角色,一個場景可以包含整集 但是你不會覺得悶的,我覺得他編排上是優勝的地方 而且實際上你覺得很難說悶 其實他最差勁的第一集其實就有點奇怪 因為如果你不理第一集 他第一集是說現有這個報的狀況 但是他第二、第三集就是說這個報還未成立 第二集就是說成立 就是說運業... 對,說為什麼要成立這個報呢 就是滾了去看,直至遺體那裡 然後第三集就是說 他的關係者,武光 加入,就是說你後面那個是惡靈 那件事,其實是報成立 然後那個報是齊癮了 其實就用了兩集的 然後就可以推出事件 其實他演進就是這樣 但問題是他第一集裡面 那些人都出了 然後他後面再重新再介紹 那些賭罪班 那你就覺得 這傢伙我第一集見過 你為什麼要去介紹他呢? 那就比較奇怪 他會不會倒轉一次就更好 是啊,所以他第一集是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他好像比較趕駛 這個不可以倒轉 第一集很差 但是超心監督他做的作品 不是覺得很喜歡他的手法 那這個事實 那這套究竟值不值得叫人期待下去呢? 如果他與其第二集那麼差的時候 我會叫他看漫畫 因為漫畫作畫上是完整 如果不理不理作畫的劇情 因為他要做回那種懸疑 你其實很在乎那種黑白的反映 那種陰影 那種環境 那些作畫上的環境 但是你的風格要配出來 等於你恐怖電影 我叫他瞄了聲音去看 你只看畫面你都覺得不害怕 同樣道理而已 即是他賣點就是基本上的懸疑 你要在那種色彩上 分鏡上做到那種效果 但問題是 你在動畫上 怎樣可以這一剎 漫畫是因為一段段時間的碎片 但是動畫是一個流暢的演繹 那你怎麼可能說 他突然轉一轉頭 突然有件事煞進來 那樣做回那樣東西 然後一做出來 那個是一個混大的背景 可能是後面是整個怨靈在後面 成堆黑霧在那裡 他怎樣做回來了 這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他去了後面 會有一些什麼 成身類血的人 那些會有一些 但是 你暫時看到他 還很寬略向他走勢 但是後面他怎樣處理 這是暫時的問題 不過你唯一可以贊的就是 他的聲音找得不錯 都反映到原本的性格 都可以演繹出來 暫時看動畫的原因 基本上要多看幾集 才知道合不合自己後味 不過還是看漫畫 始終他還沒做完 漫畫剛剛出第七卷 可能看多幾集 卡圖 卡圖 卡圖